11月3日,50多名粤港澳三地优秀青年企业家、创业者与大学生代表齐聚广州粤秀区,参加由共青团广州市粤秀区委员会、广州市粤秀区青年联合会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体验日活动。 期间,粤港澳青年代表参观走访了广州粤秀区的政务服务窗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型科创企业等创新创业基地,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重大给予。 我更加对粤手区的政府和今天的活动的团委更加有信心。 因为他们对于,我以前觉得应该不是这么亲切,这么close,对我们会这么支持,因为觉得他们应该比较很忙,应该不会对于这些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自己来到这一区,感受到他们对于我们企业,真的有很多的关心和支持。 当日,在广州市北京路文化核心区,粤港澳青年代表们参观了虚拟现实体验中心,体验科创企业发展成果。 记者看到,在这座综合体验馆中,集合了国内多家科技公司的最新技术,包括AR、VR、力反馈可穿戴、MR拍摄等等, 让参与者在欢乐中体验到全球最新技术创新科技产品的无限可能。 首先就是,其实我读过的专业都有关于科技的发展的,其实我们都看到就是现在科技发展的步伐都非常之快速,非常之成功,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来时创业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些元素,吸引到不同的群众,吸引到不同的持分者, 其实这样也都可以令到我的发展会更加顺畅。 据介绍,月秀区作为广州建成以来从未迁徙的城市原点、文化原新,有着独特的区位资源优势, 也有着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成为越来越多港澳青年升学深造、就业创业、投资置业的重要选择。 随着越港澳大湾区发布规划纲要的出台,月秀区充分发挥政策驱动力,吸引更多港澳青年来越创业, 陆续出台了许多富有地域特色,具有操作性的实施办法。 从我们共青团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就我们有这个青年创业新兴评选的这个人才政策。 那么这个每年的话呢,我们会拿出,就是我们区会拿出50万的人才资金来资助8名优秀的青年创业。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是包括整个湾区的这个优秀青年的。 那么今年我们评选出来的这个青年创业里面呢,就包括了这个来自香港的这个优秀的项目。